今天我讲一下4K图片的下载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习惯 就是有收集高清图片的习惯 所以呢4K必是我们的首选了 首先呢首先我强调一下 请不要上中文4K网站 4K中文网站一般有俩确定 第一个有下载限制 也就是收费 第二老喜欢搞一些论坛什么的 登录注册特别麻烦 这里就推荐一个网站叫壁纸库 中文网站 勉强能用 就这个 有各种尺寸的最新的热门的 然后英文网站推荐4个 WallPaper Home Meaden Studio 10 Squart 然后呢我经常用的是WallPaper Home和WallPaper Maiden 这两个网站呢我制造的比较早 后两个是最近才制造的 我大概讲一下这两个网站 反正这几个都是英文网站 不需要什么科学 比较有好评的一点 就是不需要科学上网 WallPaper Home 他有最近的一些更新 一些什么电影 游戏啊 有最近的一些更新 去城市小姐 然后呢 这几个网站我也没给网址 你只要据出网站名就行了 然后WallPaper Home呢 他其实可以提供到8K 8K的 他没有一些特殊的分辨率的币值啊 比如什么手机端啊 还有一些待遇屏 然后我的电脑呢 是Windows那个16比9的10K屏 所以这个网站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我PaperMail的呢 就是这个网站 他呢 其实这些币值网站 也挺类似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提供很多不同的分辨率啊 分辨率比较多 像什么手机啊 平满的 然后呢 这个网站就是提供了原始分辨率 底下的这些分辨率都是他经过修剪的 所以他肯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分辨率下降 画质下降 这是他的一个缺点 然后呢 他对这样一张图片啊 就是说他打开要打开好几下 才能打开到他的4K 我们下载图片就是 复制图片地址 或者图片定存尾 复制图片地址呢 就是 然后呢 就是打开我们的IDM 这边的新建任务 点确定 因为我之前已经下过了 所以要覆盖 所以要覆盖 点开始下载就行了 这边 然后呢 这个几个网站 他这个啊 这个是Wallpaperscraft啊 这个叫Wallpaper Studios 他们这边在搜索啊 这是要用英文状态的搜索 因为中文状态是搜不到的 必须得用英文状态 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啊 他这个看到这套英文文章 他喜欢翻译成中文简体吧 全部都翻译一下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这上面你说就这么几个单词 你说你哪个有不认识的吧 一个比一个简单的单词 讲完这四个网站呢 然后我们以这个什么 Wallpaper Home吧 看看他怎么下载的 他这个呢 要鼠标移动到这边 download 移动到4K 这个时候你不要用左键单击 应该用右键 复制链接地址 然后呢 打开我们的RDM 新建任务 点确定 确定 确定 开始下载 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我们对于图片呢 是没必要这个地方 等到他下载到这个文件大小的 对于我们下载视频呢 一定要等到他下载到这个视频大小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习惯吧 然后我们对于这些图片啊 就是说你想要看这张图片 那么最好就是说右键在新标签中打开链接啊 右键啊 右键完了啊 键盘的T键 同样也可以啊 快捷键呢 快捷键呢 按一下这个 这边 Clone的这个 信件标签也快捷键 就是Ctrl加T 啊 它是一个意思啊 点这个加号 就是信件快捷键 啊 信件标签啊 你看这张币子 它能提供到8K啊 啊 复制链接地址 然后啊 啊 就是打开RDM 一一步步的下载就行了啊 啊 啊 我们用这个RDM下载啊 啊 然后我们要啊 培养一种火眼睛睛的本领啊 学会发现图片的这个4K地址啊 你看这张啊 没必要点进去啊 把它给关了 直接这个复制链接地址就行了啊 因为这张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点过的啊 3840乘以R160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这个图片下完后呢 啊 我们这个 嗯 啊 有强迫症的话 就是要看一下它的文件的信息啊 快捷键就是alt叫enter键 你这个地方看啊 我这边鼠标鼠标 属性 详细信息3840乘以R160 是吧 快捷键alt叫enter键 alt叫enter键 嗯 然后呢 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啊 文件属性啊 先键标签看出一下t 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分辨率的问题啊 4K分辨率3840乘以R160 啊 1080P的就是这个 这个 2K的是这个分辨率 抽宽品的啊 就是那个 像一些戴尔R 还有那个 华硕ROG 一些 一些这个分辨率 然后8K分辨率786 用的比较少 很罕见的一个分辨率 像这个B字库呢 它有一个尺寸 其实是有的 待遇频的啊 很长很长的一个 一个B字 嗯 最后提一下啊 怎么设置一个B字 就是作为 啊 一个晃灯片放映的形式啊 我们是到这个 显示设置里头 主页啊 歌星化 然后呢 点这个背景啊 然后呢 把这个背景图片 改为晃灯片放映啊 然后呢 这里就是设置一下 它的这个文件路径啊 用哪个文件加啊 点这个啊 然后呢 可以切换一个时间啊 可以无序播放啊 什么的 啊 契合度我们就选拉升就行了啊 因为4K嘛 我 我这个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界面是全黑的 这个怎么改呢 就是在个性化啊 颜色里头 默认应用模式改为暗啊 我 我知道你们都是 常白一片啊 这个是亮的模式 暗的模式就是比较护眼嘛 对吧 然后呢 最后再讲一下这个 啊这个系统设置的快捷键 是vinus加2 啊 就是这个显示设置啊 刚刚那个 不是狗人那个 这晃灯片放映的图片啊 壁纸嘛 按一下下一个桌面背景就行了 它会自动更改 假如说你想要固定的一个图片嘛 然后就把它改为那个图片啊 嗯 然后呢 最后请讲一下啊 许多人就特别 希望哪个好心人一次性打包个五百张 或者一千张图片给我 对吧 或者呢使用批量下载工具啊 这个我不希望大家这么做 我们喜欢一些 收集上一些图片对吧 这个最好自己一张一张精心挑选吧 每个人审美观都不同 啊 别人喜欢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啊 只有自己精心挑选的啊 才是自己 以后会啊 用的多看的多的啊 你不然你 你批量下载下来好多好多图片 去发载这个文件下来 以后也想 想不起来回动它 对吧 好了啊 今天 笔子下载就讲到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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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